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 oczywiście quack 例如第二質疑 如伊金 doctors 我认识 有 folds 彭楊今天在裡面 在那裡的六公婆 先來歡迎老公 歡迎國棟 歡迎 妳好 依晴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叫國棟 好 彭楊 身後來是我們國棟的老婆 歡迎凱琳 哈囉 依晴好 各位學家的鄉親 大家好 我是乖琳 乖琳 都認真 唐公是簽一個晚上很認真 在死背硬背客家話對不對 是… 很緊張 很緊張對不對 凱琳妳是 聽說是一半一半的客家學童對不對 對 因為我外婆呢 她是一個很道地的 新竹關係的客家人 對 然後所以她從小 帶我們長大 所以有很多的這個 家鄉客家的口味 都是她家傳給我們的味道 沒錯 韓國金門的三明治裡面 其實也有融合這個 嫁婆的蜜蜜 有融合她外婆的味道 那我們先來聽聽看 你們開店之後啊 店名叫智智爵 智智爵 智智爵裡面有非常非常多樣的產品 大概有哪幾類的產品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嗎 好 那麼我們的產品呢 就是主要是像有三明治 甜湯跟比較特殊的冰品 自製的冰品 對 那麼我們三明治呢 有分滿多種 像其中一種 剛剛依晴介紹的 就是我們那個 解婆 嫁婆的那個 客家的燒肉 豬肉的味道 那這是我們的招牌 這是招牌 對 每個人來這邊必吃的招牌 對 然後呢 再接下來還有像是 食智啊 嗯 食智的食是哪一個食 對 時間的食 時間的食 為什麼它叫食智呢 對 所謂食智的意思就是 這就是我們 嗯 我們吃自覺比較有特色的地方 我們家是一個以食令為主的 一個季節性的 哦 的產物 所以等於說現在當季有什麼樣的食材 對 假設現在好了 現在這個時間 現在是二月 二月三月 這一段時間 是 你們的食智裡面 大致上會有哪一類的東西 OK 我們其實這一段時間啊 蔬果類 好 比較少了一點點 所以說 我們就是 會放一些像根莖類的東西 譬如說番薯 滴瓜 然後還有 像是 像之前我放過的 我們放過的 花生 還有芋頭 對 那現在呢 我們食智裡面 放的是這個 水果玉米的口味 哇 所以你可能就是 嗯 現在開業大概多久了 現在目前大概三個多月 三個多月 所以明年的這個時候 可能裡面的內容 又會跟現在這個時間裡面 不見得會一樣對不對 對 依據每個季節不同 而做不同的調整與變化 對 所以裡面的食材 我覺得這是考驗你們兩個人的腦袋耶 對不對 因為你不知道 假設現在是二三月好了 那可能 今年的二三月 有比較多的是這一些的食材 對 那你就要用這個食材來 動腦筋 來做變化 對 所以這就是食智 好有特色的一個做法喔 那除了食智之外 聽說還有另外一個叫做玉智 對 我們玉智的話 就是總會 像一般這個 很多人啊 他可能早餐 他要吃的比較豐盛 早餐吃的像皇帝嘛 沒錯 對 所以我們那個玉智 就三成 很大一份這樣子 就是把我們所有的好料 全部包在裡面 就讓大家 對 一天之際在於晨 這樣子 玉智呢 它就是我們的總會的意思 對 所以就是很滿很多 是 皇帝在吃的 所以加一個玉 玉用的玉 我自己的解釋是這樣 而且 剛剛凱琳講說 是三層的麵包 其實現在桌上 我沒有看到是兩層的 可是你知道這個 三明治這個吐司 尤其是胎長嗎 他的吐司這麼大耶 這個三層會吃太飽吧 對 所以很多人來啊 本來就說一個人要點一份 然後我都建議他們 你們兩個人 比如說兩個人來 先點一份就好了 慢慢吃 不然會一下子塞太飽 他很可能會說 這三明治 就是一種很輕蝕類的東西 我應該吃兩個 沒問題吧 但其實可能去吃 凱琳跟國洞你們家的三明治 一個就 不行吃不下了 好話不多說 在桌上的兩份三明治 已經讓阿久莫已經 已經口水流滿地了 剛剛這一個 就是剛剛講的這個解剖燉肉 吃剖 華語是講說解剖燉肉 解剖客家燉肉 但其實客語其實就是講 你吃剖剖的用 吃剖文的用對不對 那這裡面的肉其實我覺得 跟我一般看到的這個客家的燉肉 有一點點它的樣子是不太一樣的 客家的燉肉通常會這樣 你切一塊一塊一塊的 然後再拿去煮 拿去小火的燉煮對不對 但是這個的肉 它好像不是一塊一塊的耶 它看起來似乎更軟嫩 更細緻的感覺 是我們是用手撕的方式 手撕的方式 那手撕的方式是不是有一點像 我們比較容易會吃到那種異國的彩色 可能德州美洲那些肉類 會比較有手撕這樣子的做法對不對 沒錯 主要是要讓這個手撕 它吃起來有它的纖維在 為什麼要有纖維在 因為通常我們在一般料理上的時候 大家會想說我們要 逆紋切不能順紋切 因為我們不要吃到它的那個纖維 它的肉的紋理 那為什麼這個可以吃到它的紋理呢 是因為它特別的軟嫩嗎 在這個製程當中 我們選用的是溫體豬的梅花肉 我們用整條直接下去燉煮 整條是肉的哪一個部位 梅花 梅花整條的梅花 對 那沒有切過 所以它燉煮的時間比較久 要到達食物中心點 要到達一定的溫度 時間就會比較長 那大火之下它的這個 味道就會比較濃郁 那但是如果給它長的時間 慢慢的去燉煮它 它會非常的軟嫩 那軟嫩之後 靜置一個晚上再用手撕的方式 還要再泡一個晚上 對 因為要讓它更入味 對 然後在 泡完之後 泡完之後呢 再用 像做那個日本料理 你給你那樣的一個製成方式 用炙燒的 提出它的香味 很強炙燒 沒有錯 所以它吃起來 香味足 然後非常的軟嫩之外呢 還吃得到肉的紋理 哇塞 好期待喔 而且這雖然其實已經溫度是涼的了 但是 我這樣拿在手上 改正可以披露起來 你知道剛剛國動在講 我多想要很失禮的 直接塞到嘴巴裡 那我現在就不好意思啊 好 然後剛剛國動說 其實這個外面有塗一層醬 醬要面對舌頭對不對 沒有錯 我們家的三明治啊 因為現在養生的概念 那我們自己本身在外頭吃三明治 一般都會加美乃滋 那我們家選擇不要用美乃滋 那我一直在思考 要怎麼樣 讓三明治 內容物是有美乃滋的優點 那它主要是在滑嫩 以及提升它的味道 那滑嫩的部分 我選用新鮮的水果來入菜 那鮮菜選用這一季的這個青蘋果 那它帶點酸 可以提出這個食欲之外呢 可以讓口腔充滿這個唾液 因為我們想到酸 想到酸梅就會產生唾液 流口水 對 這樣的一個感覺 那上面的醬 是用蜂蜜跟奶油去做調製的 那蜂蜜選用的是屏東的成家蜜 那選用的是百花蜜這樣的一個單品 百花蜜它的味道會比較豐富 不會就是單一的一種 對 因為單一獨特 對 單一獨特的一個蜜的話 它會搶掉這個三明治的一個風味 對 一樣 那我很好奇啊 就是這個三明治裡面有一個黃黃的東西 這個是什麼啊 黃色的這個部分 它是我們用低溫配料的方式 做出來的溫泉蛋 原來它是溫泉蛋 它剛剛在我口裡 嘴巴裡就是整個很滑嫩 然後很 就是已經取代了很多醬料的 很多美乃滋的那種感覺 因為Denoble Anycone and Shadow 那個三明治是有非常非常多美乃滋的 那個感覺其實有一點膩口 雖然美乃滋不得不承認它真的很好吃 但是它真的吃久了 會有一點點膩口 而且其實 就是現代健康的一個概念對不對 對 它比較對身體健康比較有負擔 沒錯 然後接下來啊 除了那個有這個 就是它這個肉其實就是 有一點像我們傳統做的那個 燉焢肉的那種感覺 它就是醬油米酒的那個味道 沒錯 但是我覺得多了那個 國東剛剛講的炙燒的味道 但是還多了另外一個 我覺得非常非常客家的味道 它是梅干醬 梅干菜 但是你們把它做成醬 沒錯 對 我們裡頭加了一個梅干醬 主要的梅干醬是 我們講 我們自己的阿婆 它 都會燉這個梅干蔻肉給我們 那我嘗試過說 梅干蔻肉直接包在三明治裡面 但是它的味道不夠的提升 那以及會比較濕潤 就是太過的濕 那我們就把它做成醬 那抹在上面它的提味跟香味會提出來 對 因為它反而濃度變得更濃了 沒錯 就不會就是像水水的在上面 而且水水的放在吐司上 其實對於這個吐司來講 它可能會讓吐司濕掉 沒錯 對不對 口感就變得沒有那麼好了 那我們用 特色的醬料的方式來呈現 再搭上 騎到七甲糟的這個 吃破文用 已經改良版的解剖燉肉 然後就成為一個他們 最招牌的這個三明治 先休息一下 其他還有動作聰明 愛同太家來收集喔 好 分享大家 又在做復興樂的節目 和那種一群阿群 摸的今天復興樂的愛同太家 福音鄉 是郭東跟凱琳 今天就有的三明治 剛才有四道這個很棒 很豐盛 最近那個很豐盛 又很豐盛 這個解剖燉肉的 這個三明治 你說人家還有一方喔 可能我覺得 應該很多媽媽 第一 只要三十條 要做亞中早餐 給你的小朋友吃 因為它其實 滿簡單 滿快速 而且小朋友都很喜歡 而且也滿營養的 它叫做法式吐司 法式吐司就是 你知道吐司嘛 兩面沾蛋沾一沾 它放下去煎 不管你要夾鹹的 要嚇火腿啊 要加起司啊 還是你要灑糖粉啊 放果醬 其實都很方便很好吃 但是國東跟凱琳 帶來的法式吐司 絕對跟我想像中的不一樣 也絕對跟你想像中的 不一樣 某廚廚 他們的法式吐司 真的好耗時間喔 你想想看喔 這個法式吐司 就是沾蛋沾一沾 他們到底要花時間 花到哪裡 我也覺得很想不通 趕快來問問看果凍 我們家的法式吐司啊 主要它是用雞蛋 以及鮮乳去調製 那這個蛋液呢 將我們的吐司三公分後 直接浸泡 那我們浸泡的時間比較長 讓它可以完全吸收 浸泡的時間比較長 對 我們長達大概十二個小時有了 對 泡了十二個小時的蛋液的吐司 沒錯 哇塞 所以它這個會完全完全的吸飽 蛋汁 因為吐司它就像海綿一樣 沒錯 它放到蛋液裡面 它就會全部全部的吸飽 那在煎的時候呢 會不會裡面的那個蛋液 會沒有辦法煎熟 會有這個可能嗎 還是說你們用什麼樣的方式 剛剛開始在試這樣的一個單品的時候 對 我們用非常高一點的溫度 那希望說短時間之內可以讓它 快速的熟 不可能 沒錯 不可能 你知道我會由你煮熟 我覺得不可能 因為蛋它是一個很容易焦的東西 沒錯 你放在鍋子裡間大火開下去 它就立刻就 就出火來就炒回答了 沒錯 那怎麼辦 我們經過很多錯誤的經驗跟失敗 那最後就用比較低的溫度長時間 所以我們一份的製程呢 這個法式吐司大概要15到20分鐘 哇 那在煎完之後它是整體比較濕潤 因為有含這個奶油 對 那最後再用我們特製的這一個烤台 直接在上面去做烘烤 那它會慢慢的膨脹起來 因為裡面有蛋液 沒錯 蛋液熟了之後就像我們煎那個散蛋 煎完它會有點膨起來的感覺 對 因為它吃起來是非常的軟嫩 那 紅鬆的概念 對 而且這個裡面 這裡面真的是沒有水分的耶 就是它不會像我們自己煎的法式吐司 那個水分 蛋液的水分還留在裡面 它其實已經又煎又烤 把那個蛋液的水分都已經蒸發出去了 對 所以裡面就是純粹的蛋液跟吐司 然後裡面還有夾了肉 還有這個你看火龍果 非常的營養健康 它會很少的食物 在我們這個單品裡面 除了剛剛講的這個火龍果之外 那它還有這個低溫烹調的雞肉 我們選用的是台東鹿野的這個土雞胸肉 那選用的烹調方式 我們希望說它吃起來 是不會破壞它肉質的軟嫩度 那用低溫烹調的方式 它會溫度低長時間去烹調它 它不會破壞它的蛋白質 它不會那麼凝結的那麼的柴 所以很少雞胸肉它是吃起來 嫩的 雞胸肉它真的很難嫩 你看一般Enly有沒有 拜拜的時候 拿去拜拜的那個雞肉 那個雞胸肉真的是 大家都不想吃的地方 因為真的太柴了 但是你們的雞胸肉 剛剛果凍講雞胸肉的時候 我就什麼 竟然是雞胸肉 所以你是用低溫的方式來料理 那溫度大概是掌握在多久 那這樣子的低溫要煮多久 才能把雞肉完全的煮熟呢 一般低溫烹調它是在 以雞胸肉來講 它的溫度我們設定在60度 那煮的時間跟它的厚度有關係 它的厚度越厚 它噴煮的時間就會越長 但是厚度跟時間並不是成正比 我舉例例如說 2.5公分厚的這個產品 那它可能烹調一個小時就可以 但是它如果是5公分 雖然是2.5乘以2 但是烹調的時間就不是1加1了 它可能1變成3個小時 4個小時 好專業喔天啊 我實在是有點聽不懂 但是這就是他們厲害的地方 他們用他們的方式 本家就會 產品你看 這個低溫烹調雞肉的方式 也不是我們一般很常接觸到的 尤其是我們東方人的文化 我們就是喜歡高溫快炒 這些高溫的料理方式 但是我們現在反過來 用低溫的方式 而且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名字 料理方式 它叫做舒肥料理方式 沒錯 這個舒肥料理方式 概念是從哪裡來的 舒肥料理法 是主要從國外這一邊 引進來台灣 那這樣的料理的一個方式 是主要不要破壞它 食物應該要有的原味 對 一般來講 只要食物的中心溫度 到達我們需要的溫度 對 就不用特別用很高的溫度 去烹調它 那吃起來的肉質 就不會非常的柴 非常的老 而且也可以更保留它的營養 對不對 沒錯 所有食材的營養 這麼好的食材 我們當然要把營養 全部就留下了 全部就撕下魚 故事啊 不但像我們去 自自覺 我們去吃了三明治之外 那同時也會覺得 有一點口肝你知道嗎 那口肝的時候 是不是就要來一杯 早上就是要來一杯鮮奶茶 他們也有自己做的鮮奶茶 這個鮮奶茶 這個鮮奶茶 是不加水的呀 對不對 是啊 這個鮮奶茶 其實除了它不加水 會非常非常的濃郁之外 它的乳原 它的鮮奶 也跟大家想像的不一樣 這個名字 可能不是大家都有聽過 可能不是大家都有聽過 因為它在通路其實不常見 對不對 對 是用哪一家的鮮奶 自自覺現在選用的這個鮮乳 是跟鮮乳方在做合作 那鮮乳方它 我們選擇它主要是因為 它執行長本身是一個受醫師 在檢驗的部分 那不調整成分 那各方面的理念 都跟我們還蠻契合的 所以你們覺得 壽醫生本身是執行長 它對於動物的了解 可以把關 對鮮乳的這個品質 沒錯 沒錯 也因為這樣的一個概念 其實我們鮮犬有選過 蠻多家的這個鮮乳 來去做一個調和 但是我相信說 鮮乳它必須要跟著季節去變動 不要有去調整成分的一個概念 例如說比較大廠 它可能會有犬子有低子 基本上它已經在做一些變化 那不添加算是基本 原物料從外面加進來叫做添加 如果從裡面抽出去調整 這也算是一種調整成分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希望喝到的是最原始的味道 最原始的味道 真的這個好濃郁喔 就是要加紅茶去煮了對不對 沒錯 哇塞 除了鮮奶茶以外呢 如果你覺得這個鮮奶茶太重 太重 有沒有 早上如果喝這個鮮奶茶太多了 還有另外一個清爽版本的 清爽版本的是什麼呢 甘蔗冰茶 甘蔗冰茶 對 那甘蔗冰茶上面加了一球 非常非常可愛的這個甘蔗冰 這甘蔗冰也是領著七家座的 都是自己做的 沒錯 對 我們選用埔里的紅甘蔗 紅甘蔗 整段直接敲打了過後 熬煮 熬煮完用我們家自己的製冰機 所打出來的 它是我們家 不管是冰品也好 茶飲的這個基底 都是來自於它 好好喝喔 而且它好清爽 它就是甘蔗汁 而且它上面的那個甘蔗冰啊 我想說他們自己做的 就跟我們自己做的 把自己想的太厲害 因為自己做的本啊 自己做的冰都會硬硬的 它的結晶沒有辦法很像冰淇淋 那種那樣子綿密的概念 可是你們做的這個甘蔗冰 它好綿密喔 為什麼可以這樣啊 因為現在一方面科技的進步 那很多的機器都可以讓很好的原物料 去做很大的變化跟調整 那我們選用這樣的一個原物料 然後經過這個機器的特性 讓它發揮到它原來應該要有的 這樣的一個水準 好好吃喔 好好喝好好喝 那除了甘蔗冰是可以放到飲料來當基底之外 它也可以另外單吃 就像桌上的那一碗 非常的豐盛 上面還有水果 而且水果超大塊的 在店裡就是這樣子 冰上面有水果可以給大家吃 我們家在這個冰品上面 跟一般市售的比較不同 因為一般市售它是屬於定價定量 那我認為這樣的一個銷售模式 它是有一點點透明度 以及公平性不太完整 對 那我們想說 那要怎麼樣去克服呢 所以我們家的一個冰品的水果 都是自己的水果自己挑 我們會有50到100顆的 例如說夏季的芒果 那芒果基本上分三種的一個 一種種類 品種 那第一個是金黃 金黃芒果它是屬於肉多 那艾文芒果是甜度 土芒果是香味 那我今天想要說 香味濃一點的話 我就多挑一點 那我一個人來 我就挑小顆一點 直接秤重 直接變成大家的冰品 所以是可以自己做的耶 客製化 客製化對不對 基底是統一的甘蔗冰 但是上面你想要加什麼水果 自己加 你想要加多少 自己選 是不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對 好酷喔 所以除了這些東西以外 他們也非常非常的認真 在研發很多新的產品 也動了很多很多的腦筋 我光覺得三明治就已經夠傷腦筋了 其實還有研發很多新的東西 對不對 而且是基於不浪費小農的食材 想要多研發一些 比如說有哪一些 例如說我們之前做的這一個芋頭 那芋頭除了它的中心 我們可以選食用的部位之外呢 其他的部位我們就會思考說 也要怎麼樣 讓它可以也變成食用 所以我們把芋頭 把它完成消過了之後 把它的皮洗淨 用糖漬的方式把它做出來 用皮 芋頭的皮 你說那個外面 咖啡色很厚的很硬的那層皮 沒錯 但是它烹調完了之後 經過糖漬 它吃起來很像牛棒的味道 天啊 所以這就是 就是因為你得到了這些小農的產品 那你希望不要把它浪費掉 沒錯 所以再做出更進一步的商品 食材我的認知是得來不易 現在是食材在選擇我們 它什麼時候會出來 我們其實都不曉得 那關於現在的氣候 那變化的也非常的快 那 這個樣子得來不易的產品 得來不易的農作物 我們希望發揮它最大的價值 對 所以如果說啊 你看今天 發揮這麼多創意 同岸豆小農 而且理念相同的小農 下去做 做出岸豆 按厚色 按TPA 有創意的產品 先休息 那段時間 再做不來討論的故事喔 啊 復喜樂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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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歡迎大家 又站到復喜樂樂的節目 我們在主意去阿區妹 今天節目在哪裡 跟大家來分享的是 自自覺行的三明治 剛剛有三明治 有飲料 有飲料 還有油煙 這些東西要到散佈全部去行 用最少最少的 不算加工 他們完全沒有加工 他們用最少最少的 烹調方式 來讓它呈現最原始的味道 那 現在很多人就是想要 追求我們的所謂的健康的概念 對健康的概念 都非常非常的要求 那對於添加物 當然是希望越低越好 越少越好 但是我們在外面 在吃三明治的時候啊 裡面常常會有許多的醬料 那這些醬料可能就會加一些東西 來讓它防腐 對不對 那我現場看到的這一個 其實是你們自己的番茄醬 連番茄醬都自己做 對 我們希望說自己的醬 自己做會比較吃得安心 那自己吃才會選擇給朋友分享 用這樣的基礎理念 去做所有的產品 對 我剛剛聞了這個番茄醬 它就是真的很原始的番茄的味道 是 其實我們在外面 回想一下 我們平常在素食店蘸的番茄醬 跟這個番茄醬的味道 是不一樣的 沒錯 這個味道才是我們 你知道平常大番茄 拿來嘴巴裡面啃的那樣子的味道 是 對不對 所以追求它的原味 除了番茄醬之外 還有另外一種 我覺得看了名字 覺得非常特別的醬 它是木瓜 沒錯 木瓜也可以拿來做醬 非常好吃 蛤 什麼 木瓜這個醬 是我們在產季的時候 那選用很多的小農的木瓜 那這個木瓜 我們選擇來了之後 一方做銷售 一方是做成果醬 那我們想說這個醬 除了可以做成一般的果醬 那做成木瓜牛乳 那是不是可以做很特別的醬料 放置在三明治上面 結果我們發現做出來的這個單品 它非常的香 那搭配這個肉品是非常的對味 所以就是甜甜鹹鹹的概念 沒錯 聽起來就覺得好好吃喔 所以它就是單純的木瓜 然後剛剛我們在照片上有看到 它其實已經煮得很乾了對不對 水分都收掉了 對就是木瓜跟肉是非常的搭配 但是我真的好想吃 現在時間不對對不對 對 所以沒有木瓜 GUSO啊 等到有木瓜的時候 我就要去找他們 去吃木瓜口味的三明治 是 好 剛剛有講到其實木瓜也是小農提供的 那火龍果也是小農提供的 是 店裡面大概有多少產品 是由小農提供的這個比例 目前我們自治學的小農合作的比例 目前大概三到三點五成 三到三點五成 那我預計如果要到達七到七點五成的話 大概需要五年的時間 很多朋友都問說 為什麼要這麼長的時間 對 我們小農去小農市集就可以找啦 或者是說 現在其實很多小農都漸漸的在 慢慢的在比如說網路上 很多平台都可以找到他們 沒錯 那為什麼要花那麼多時間 去搜尋適合的小農呢 在小農的部分 我們希望合作的對象啦 不是非常大家的 對 他們既有自己的同路 我們希望說跟一些比較小家 然後真正是在為了這個 他自己的農產品負責這樣的一個角色 去做合作 那這麼長的時間 因為每一年都有春夏秋冬 那每一季的農產品 通通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花的時間是在說 每一季的產品要怎麼樣 讓它呈現最好的 那當然這當中也有風災 就像說我們在 去年九月份要開業的時候 那我們屏東的小農 就遇到了兩個 三個大颱風 一次的水災 所以他們的原物料 其實都已經沒有辦法去做收割 對 那打電話來 也是跟我們講說 很開心的說 我們的農產品都被颱風 買單買走了 但是聽起來是很心酸的啦 對 但是我覺得 跟自己理念相近的小農 一起合作 這樣子可以讓你的產品更有溫度 也更有自己的風格 自己的特色對不對 沒錯 那聽國東跟凱琳 講得頭頭是道 感覺這兩個就是天生的廚師來著 其實你們兩個 本來的工作跟這個是沒有關係的 對不對 是 凱琳本身做的工作是 我之前就是一直以來 我都是一個 專門在教鋼琴的老師 難怪這麼有氣質 來就夠 我想說這個凱琳也太有氣質了吧 但是後來就 現在還有在教當鋼琴老師嗎 沒有 因為現在 因為我們店才剛開始的階段這樣子 那 我們 因為其實要跟小農啊 接觸這個 也是需要花很大的精力 沒錯 對 因為我們 在 在 還沒開這間店之前 其實全台灣 繞了至少五次以上 對 然後就是為了要去找各地 當地的這個 這些 非常 心情 努力的這些小農 然後我們想要把 這樣子這麼好的農產品 也一起 讓大家能夠知道 這樣子 對 那果凍呢 我看 剛剛你知道產品的解說方面 對於整個烹調的方式 它都非常非常的熟悉 都是你一手做的 是 那你怎麼那麼厲害啊 我本身不是客家的 但是 我覺得我自己 有跟客家人一樣的精神 如何 散忙大邊 應景的精神 應景的精神 就是會不斷的嘗試 那不斷的去努力 不認輸 那我先前的職業 是在做醫療器材 蛤 對 跟食物完全沒有關係耶 是 那我以前的客戶端都是 醫院 那都是跟醫師來做合作 也跟小農沒有關係 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也因為這樣的一個經歷 所以我們本身對數字的概念 會比較敏感一點點 對 所以我們家自自覺 也看不到什麼木頭 那大部分都是不鏽鋼的一個環境 對 那我希望說把清潔的部分做到最好 那在產品上面呢 我希望給很多的朋友 均衡的營養 均衡的飲食 對 那有健康 才會有更好的一個生活 對 但是我覺得現在可能很多觀眾朋友 在外面看到一間店覺得 它美美的 好漂亮喔 可是它會不敢踏進去 但是我聽說自自覺 跟客人的關係不是這樣 客人似乎把那也當成一個 很悠哉的休息站 對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對 就是我們一剛開始 就是發想的一個理念的話 就是說我們想要 其實是要想要把這邊 當成一個大家的一個休息站 那希望每一個人進來 就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樣 這樣子的溫馨 溫暖 就像我小時候啊 這個我們吃到外婆的這個肉啊 那樣子的感覺 對 就像回到家那樣子的感受這樣子 所以每個人進來 我們就是有我們自己的一個 一個東西讓他們享用 這樣子 所以我只要進去 我就可以獲得 是 獲得一杯飲料嗎 等等之類的 對 這個也是隨著季節不同 而有不同的改變 對 所以去裡面是 一種很有溫度的感覺 很像去到朋友家 是 然後朋友就拿出一個東西 來招待你 然後你跟朋友聊聊天 然後就欸你們家最近有什麼新的東西 欸我很喜歡吃那個喔 然後就來點一份來吃 對 所以很多很多朋友都是來我們家 就是來聊天 然後就是跟大家一起同樂歡聚這樣子 然後跟我講說 欸我今天發生了什麼事什麼事 然後欸我跟男朋友怎麼樣了 我跟我老公 之類的 然後明天就會又會再繼續 對就再過來喝茶聊天 對但是要成為一個店面不容易 要成為一個這個 開一個這個店面可以跟大家來互動 是很不容易的 前面有經過了一些辛苦打拼的過程 從一開始是一個攤車對不對 沒錯 攤車到店面 為什麼中間會想要做這樣子的一個轉換呢 主要先前我們是在剛創業的時候 我們選擇在一個小夜市裡面 然後當時是一個小的攤位 對那在當下我們也是 因為這樣的理念 所以也蠻多的朋友都蠻支持我們 但是因為當時的環境不太適合 我們做這樣的一個產品 那因為夜市就是比較 衛生的情況就會比較差一點 所以基於國動你的專業 你希望讓它能有更乾淨 更完整的環境跟空間對不對 所以現在這個店面大概在哪一個位置 觀眾朋友可以去哪裡找你們呢 我們是在台北的士林地區 士林捷運站出口 大概三到五分鐘不行就可以到了 行路都士林捷運站走出來就可以到了 顧著分享各位觀眾朋友去請凱琳還有國動來玩喔 今天謝謝凱琳跟國動來到節目現場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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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各位觀眾朋友 歡迎收看小視以下 庭庭的淵通請上來做淵通 啊 福氣了 謝謝